软件应用 当我们第一次打开Mustachem X9软件的时候 看到的界面就是这个样子的 然后最上面这个是菜单栏 标准的Windows风格 菜单栏 然后首先这个是文件菜单 主要是文件的打开 关闭保存等等这样的功能 然后编辑菜单 对所有我们绘制的图速进行 剪切复制粘贴 修剪打断延伸 切换方向等等这样的功能 然后视图菜单 对绘图区的视角进行一些个调整 分析菜单 主要是分析图速的一些个属性 点之间的距离位置 然后 表面积 实体的属性 以及 以及检查 曲面 实体 是否有错误 对模型的最小圆角 伐模角度 进行一个快速的了解与分析 绘图菜单 用于绘制点 线 拖 角度 曲线 以及曲面 等各种各样的功能 的一个菜单 实体菜单 主要是用于 实体的创建 实体的拉伸 扫描 旋转 放样 倒角 抽壳 剪切 拔模 然后布尔运算等等 这样的一个功能 键目菜单 对没有参数的实体 进行 拖拽 移动 分割 调整 曲面 调整实体参数 以及简化实体 移除 操作记录 更改颜色 这样的功能 转换菜单 它的作用是 对所有的图速 进行 平移 镜像 旋转 等比例缩放 等这样的一些的 转换功能 机床类型 我们 对应的就是 我们要使用的功能 使用的是 洗销 还是车销 线切割 木雕 还是车锡 符合 刀路 当你在选择 不同的 机床类型的时候 刀路菜单会 各有不同 然后是屏幕 屏幕主要是 用于清除颜色 统计 屏幕中有多少的 点线面 然后来 指定 隐藏 或恢复 隐藏 指定的图形 图速 设置菜单 主要是对 整个软件的 一些个功能设定 进行一些 进行一些个设置 帮助 菜单 主要是打开 帮助 目录 然后来提示 你这个功能 该怎么做 菜单 下面 就是这种 工具栏 我们可以把任何 一个工具栏 给拖拽出来 或者是调整到 任何一个 你想要放 想要 放到的一个位置 然后也可以对 工具栏上的 每一个图标 进行一个调整 对功能 进行一个 重新的排序 都可以 工具栏下面 是功能状态栏 功能状态栏 也是个非常重要的 一个状态栏 主要是用于 比如说 绘图的时候 在不同的 功能状态下 它会显示 不同的参数 让你向里面输入 主要是这样一个作用 然后这边是 实体工具栏 实体的各种各样的功能 然后 再往右边一些 是道路管理器 道路管理器 它的作用是 所有的 刀具路径 都在这里面 来进行管理 如果说 你的汇图区域 比较小 你可以点击 关闭按钮 把道路管理器 给关闭掉 实体管理器 给关闭掉 然后这样 你汇图区域 我们右边的 汇图区域 就会明显的变大 如果当你在 需要使用 道路管理器的时候 你可以通过 试图菜单 切换 道路管理 然后把它重新找回 我们点击切换 实体管理 也可以重新找回 然后这边就是汇图菜单 最重要的 软件中 所有的图速 包括点线面 曲面曲线 实体 都在这边显示 都在这边创建 绘制显示 包括所有的道路显示 都在这边 然后这边是快速工具栏 所有使用过的命令 全部都会列在 最近使用过的命令 全部都会列在 这个工具栏上 然后这边是快速选择栏 它的作用就是 快速的选择点 线 圆乎 曲线 曲面 实体 等等的 所有的信息 然后下面呢 软件的最下面是 工 工具栏 那研究下面这个工具栏呢 包括了像2D 3D切换 屏幕视角 WCS 平面的切换 最直深度的设定 然后是 线框的颜色 实体的颜色 跟曲面的颜色 在MaskedCam X8之后 这三个 对于 线框的颜色 跟线框实体曲面 可以分开设置 三种不同的颜色 然后这边是图层的管理器 图层 属性 在这边是 画的点的样式 线的样式 以及 线的宽度 等这样的功能 好 介绍完简单的界面之后 我们介绍一下 鼠标的 鼠标的使用 鼠标主要是 鼠标的左键 它的功能主要是 选择选中一个图形图速 或者是 选用一个功能 鼠标的右键 主要是 弹出一个指定的功能菜单 在不同的 鼠标的 击击 对 谢谢大家